大家好 今天可以迎接各位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那大家覺得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我想除了好玩以外當然還有很多的收穫 就像林老師講的 其實現在都很流行這個產地小旅行有沒有 其實這也是台北京郊的一個產地小旅行 透過這樣的旅行方式 你可能只是來走法看嗎 去參與吃個土雞啊 炒金菜 可是今天來你才發現 其實我們在地有在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 學校裡面有在教小朋友這些 就是很好的觀念 有金農坑的觀念 整個大自然的觀念 然後我們社區大學 有在社區裡面做這樣的推廣 其實我們身體知道 在社會的事情之下 已經開農坑的已經是第14期了 所以一期如果20期的學員 已經有好幾百個人 他真正深入的來進入農耕這塊的領域去了解 那各位朋友 今天其實一開始就問大家說 玉米如果一歲賣30塊 你買得下去嗎 可能有人去搖頭對不對 可是今天經過這樣子的一個 你進入田裡面去看 就有溫度了對不對 大家就會感覺到說 這30塊你可能拿出來 可以任意付這個錢 因為你知道農民的付出 種植人的付出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就是 來這邊跟我們一起度過這樣很明快的時光 當然也感謝就是 就是各位校長老師的付出 那我們這樣子有這樣一個有溫度的地方 然後可以讓大家起來 所以也很希望歡迎大家 如果有機會 就是我們都持續都要舉辦這樣的活動 看課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起來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